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每逢佳节不忘关怀慈善公益团体 持续援助与关心弱势家庭 这回趁着端午节前夕 特别向台北市自闭儿社会福利基金会 附设艾肯乐活工厂购买90颗端午肉粽 由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副处厂王花兰 代表台电正与中山区中央理低收弱势家庭 并捐助1万5千元未问金给需要辅助的家庭 中央理是属于中山区 也是我们台北市区营业处所服务的范围 对 那因为端午节要到了 所以我们就里长这边也有在关心 我们的中低收入户比较弱势的族群 所以我们这次就跟那个买了一些肉粽 跟社福团体买一些肉粽 买爱心送爱心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那另外也准备了一些红包 然后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我们每一年大概都会针对不同的区 大概是会轮流的来办这些活动 但是因为经费也有限 所以我们主要是泡砖引玉 也希望社会大众看到台电的投入 也可以让他们也一起的来投入这个爱心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夏天要到了 我们也希望做一些节能方面的宣导 也就是说冷气设定的温度 或者是定期的清洗滤网这些等等 也让我们的里民可以知道 另外我们是因为10月底 我们预计我们里附近的四平变电所 因为这个已经超过30年了 所以我们有三台主变跟69KV的GIS 我们想要更换 那我们更换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 我们的供电稳定度 提升我们的供电品质 所以说也让里民知道这个好消息 中山区区长李美丽也到场共享盛举 并感谢台电关心弱势家庭 传递社会温暖 同时呼吁民众一同响应台电的节能减碳 我想今天是特别来谢谢我们台湾电力公司 尤其是我们台北市北区的营运处 特别把爱送到我们中山区中央里来 其实是帮助我们弱势家庭 那尤其是先祝福他们端午佳节快乐 今天除了捐赠现金之外 还有送了这个肉掌 我想对于他们受帮助的住户 我相信他们暖心在心里 那我在这边真的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民众 每一个家户多多的节电 因为台电在这一方面非常之辛苦 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宣导节电的部分 那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 节电大家一起来 由于天气逐渐炎热 民众开始催电散冷气 用电量增加 台电也分享夏日节电小PayPal 一起守护荷包爱护地球 一般我们家里面比较耗电的用电器具 主要夏天来临的时候是冷气机 那冷气机的设定温度最好在26到28度之间 然后呢每两周最好是清洗一次滤网 这样会比较省电 那冰箱的部分呢就放到8分满就好 不要塞得满满的 那这样子的话冰箱也会比较省电 照明的部分 现在我们都一般都普遍用LED 或者是省电灯泡 所以照明的部分相对也配合换一下 我想对于省电省荷包这件事情 民众应该是会很有感的 台电透过举办敦气木林活动 深入社区传递爱心 同时宣导节能减叹观念 让大家都能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也为端午佳节活动更添意义 台电送爱心赞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导 耶稣